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雄 受著這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下 今天繼續天色都不錯 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見到華南沿岸地區 可謂萬里無雲 所以下午我們在維港望吹的時候 都見到不錯的藍天 陽光都挺充沛的 因為陽光充沛的關係 今天的各區最高氣溫都上升到19度左右 如果你預料 未來一兩天受著這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下 華南沿岸地區的天色普遍是天晴和乾燥的 所以今晚至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是天晴乾燥 明天早上天氣是清涼的 市區的最低氣溫約15度 新界是再低幾度的 而日間的時候最高氣溫上升到19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明天的時候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 而至於之後的天氣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電腦預測圖 預料受著一股東北季後風補充影響下 本周後期的時候廣東地區就會是天氣轉冷的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是 星期三的時候是大致天晴 早上仍然是清涼的 新界日夜溫差都比較大 而之後那一兩天天氣就會轉冷 到星期五的時候最低氣溫約12度左右 天氣就會變得比較冷 之後我們大家就要記得好好保重身體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